重庆跳水男孩不是可怜,而是可恨,51万并不是他一个人挣的,母亲才是最可怜的人,看完母亲的生活条件有多艰辛,就知道男孩有多么自私了。 为了女友花费51万,男孩被分手后选择轻生,姐姐在网上为弟弟诉冤,网友们一边倒地支持男孩。 然而当看完男孩的所作所为之后,我们才知男孩并不可怜,甚至于有些可恨,这样的人并不值得同情。 从网络上传出的消息来看,男孩虽然打单很辛苦,但母亲更加辛苦,独自把孩子们抚养长大,跟男孩挤在一个小单间里,每天吃着白粥咸菜,连肉都不舍得买,工资也全部交给儿子保管。 结果儿子却拿着自己赚的和母亲赚的,去养自己的女友,关键对方并不是很在意他,只关心他能给他提供好的生活,供自己玩耍。 在抚养自己的女人面前,男孩没有尽到一丝一毫的义务,却为了一个不在意自己的女生舍弃生命。 这无论是出于何种缘由,都是一种无脑低质的表现。 反观男孩的母亲,好不容易养大了儿子,结果落得人才两空,可谁又会去关心母亲的感受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